是前往這桃園某間便當店來消費 結果發現招牌當中的限榨雞腿 居然還細分了右腿跟左腿 也讓他頓時看傻眼 說左思右想不知道該如何選擇 這樣的照片在網路上面掀起熱議 結果也引發了這個老饕來事宜 揭露這兩種雞腿的關鍵差異 飽滿雞腿下鍋 金黃外皮炸得又酥又香 吃便當好多人都愛來上一隻 不過在吃飽的同時 你知道這年頭連雞腿都有人要分 左右腿來點嗎 木質砍棒上大大寫到 限榨雞腿單隻95元 但紅字助記左腿右腿才是重點 留言區網友集體歪樓 直笑逼死有選擇障礙的人吧 也有人看著看著看到出神 說怎麼比較想吃隔壁的玫瑰油雞腿 點左右不都一樣嗎 畢竟從同一個地方拿起來嘛 不過仔細看有學術掛的認為 家禽排泄時有抬右腿的習慣 言下之意不少雞慣用腿是左腿 口感比較扎實 我們前進市場問問婆媽 不少人問號到不行 真的有這件事嗎 雞的左腿比右腿還好吃 我不知道耶 沒有這個說法嗎 沒有吧 我沒這個感覺 隨便買不知道 沒有不知道這件事就對了 好 熟悉到落切雞肉的手沒停過 做了十多年的雞肉攤 老闆娘說很少人這樣點啦 不過也有網友吃雞吃成 專業戶點出雞因為習慣使用左腿站立 雞肉使用量比較大會更有嚼勁 再加上左腿比較不容易沾到臉 但最主要還是得看官用腳是哪一隻 一左一右朝不停 恐怕連雞都死掉未跡 自己的腿竟然掀起這麼大的話題 整合宣傳我們去台北 參謀道